今天预言故事课堂开课了,竖起你的小耳朵,认真听讲哦。 今天我们要学的预言故事是《千金买马首》,出自民间故事。 古代有个国君,愿意出高价买一匹千里马,但买了三年都没能买到,这装饰成了国君最大的心病。 有个太监对国君说,请允许我去寻访千里马为陛下解诱。 国君十分高兴,让他带了一千两黄金立即上路。 这位太监走遍全国,到处寻访,用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,才打听到某地有一匹千里马,他立即赶到那儿。 不巧,这匹千里马已经老死了,怎么办呢? 太监经过再三考虑,决定花五百两斤子买了这匹死马的脑袋,带回国度,献给国君。 国君见识一颗死马的脑袋,勃然大怒。 我要的是能够日行千里的骏马,你却花了五百两黄金,买回来一颗发臭的马脑袋,居心何在? 你戏弄国君,还想不想活了? 太监不慌不忙地说。 请君王息怒,千里马非常难求,没有十分的诚意,马主是不肯轻易出手的。 现在君王连死去千里马的脑袋都肯用五百两黄金购买,活马就更不用说了。 君王防求千里马的城一定会传遍天下,要不了多久,日行千里的骏马就会被送到国君面前。 果然不到一年的时间,各地就送来了三匹千里马。 战国的时候,燕赵王即位以后想振兴国家,向郭怀请教救国的办法。 郭怀就对燕赵王讲了上面的故事,最后,他请燕赵王重用自己,说 天下闲时看到像我郭怀这样才疏学浅的人尚受到大王的尊重,水平比我高的能人,当然更加会受到加倍的尊敬,他们就会不远千里来投奔大王了。 小朋友,你知道吗?这则故事告诉我们,只有真心实意的重视人才,才会善于发现和重用人才。 好了,今天的预言故事就讲到这里啦,我们下期再见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